我不是做醫療工作 我只是一個用家 我只是一個旁觀者 現在我說這些 尤其是在李宇明大哥面前亂說 絕對是班門龍虎不知所謂的 大家不要見怪 不過請得我來 這麼抬舉一場歌 今天這麼開心的場合 我覺得我真的要說一支心底話 話說差不多十年前 如果我聽錯了 李大夫快點更正 我聽到李大夫表達 中醫的前途 在香港 這個信念背後 真是不簡單 醫療很深遠 當時我覺得很刺激很震撼 往後幾年 我在近距離看著 李大夫這個團隊 對香港社會的貢獻 實踐起來 那個精神的表現 非常之佩服 我不斷感恩 在這個動蕩危急的時代 我們中間 有一些 這麼非一般的力量 挑戰這個環境操控 身為公務上的親密拍檔 因為我不斷地請李大夫 來我自己 幾檔的地方 去 收貨 做訪談 又身為用家 我定期上門 請他給我把脈 指點我怎樣養生 我參加過大醫道的課程 我很用心看過他很多很多的著作 還有 收集了他的病人 和我的報告 我清楚明白到 大醫道所代表的 是一個劃持代的醫療哲學信念 其實這正正就是我們中華醫學傳統最基本的道理 下醫治病 中醫治人 上醫治心 神醫治神 即是怎樣呢 實踐起來 一句說完 真正的醫生 都是生命教練 因為 不是病病 是人病 要醫治的 要搞定的 始終都是個人 而搞定的方法 就只有是 令他改變信念 情緒 即是他的心 找回他的靈魂使命 即是搞定他的神 即是說 重燃他生命之火 讓他的身體 現在開始 很興奮地 活下去 這個才是真正的療癒 這樣才對得住病人 真正的醫療服務 當然 找到上門 來求診的病人 究竟有多少位 有緣去接受 這樣的診斷提點 覺悟 醒了 又是他們自己的做法 這個就是長哥的大醫道團隊的印象 更加是我衷心的期許 做起來一點都不簡單 堅持下去 肯定不容易 不過意義就是非比尋常 中醫以至所有醫療服務工作的未來 就是在這裡 所以 長哥大膽祝賀大醫道 吸引越來越多 不只是求 醫病的人 而是生命來 來到一個 大轉彎的關口 有緣得到 你們那麼多位 高明的醫師 在這裡啟導 做人方式 徹底轉化 重生 這些行運兒 越來越多 來敲門 現在我們這個 時間 我們這個地方 災雄 撇野 萬民 水 深 火熱 但這裡選了這個時間 開檔 我代表 真是代表 全香港的市民 感恩再感恩 你們每一位 以後 分分分秒秒 會得到宇宙最大的祝福 來到海公 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 祝福這一個 很 我們這個 很艱難的 歲月之中 在這裡撐雜的社會 多謝大家